秦朝的建立者,第一位皇帝秦始皇,从小便显露出雄心壮志,凭借智慧与才智一统江山。 登上皇位后,他自敢非凡,于是发布公告,宣称自己为天下的公主,并为了彰显自己的功绩,令世人称呼他为始皇帝。 在秦始皇的统治下,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,他要求百姓统一服饰,统一文字,统一度两横。 此外,他还废除了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度,实施郡县制度。 在这一过程中,除了秦始皇的决策和指挥外,还有一位关键人物,那就是李斯。 作为秦始皇的得力助手,李斯在国家统一方面立下了汉马功劳,他的治国理念被证明是正确的,并且引导了百姓走向繁荣。 然而,秦始皇去世后,李斯失去了辅佐右主的权力,并遭到了赵高的险害。 曾在秦始皇时代拥有卓越才华和权力的李斯,为何最终却未能抵挡住赵高的阴谋呢? 李斯在秦始皇时期,因他的聪明才智和才华横溢,成为了始皇帝的得力助手,同时也成为了许多人的眼中钉。 他从一名小利成为了一名狼官,再到后来成为始皇帝的丞相,一路上风光无限,但也因此树敌无数。 在始皇帝的扶持下,李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智慧,帮助始皇帝实现了一统六国的宏伟目标。 他作为始皇帝的谋士,成功地在六国之间调起了矛盾,为始皇帝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然而,当李斯成为丞相后,他的行为却开始引起人们的不满。 他虽然做过一些好事,但是更多的是阻碍社会的发展。 始皇帝一生中最为人痛恨的举动之一,焚尽天下藏书,就是在李斯的建议下实施的。 此外,李斯还劝说始皇帝收缴天下兵器,禁止思学传播,以加强对人们思想的控制。 总的来说,李斯在秦始皇时期的表现是一个复杂的角色,既有才华横溢的一面,也有树敌无数的一面。 他的智慧和才华为始皇帝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,但他的行为也给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。 秦始皇为了供故统治,对百姓进行了残酷的打压,天下学子痛恨李斯,而赵高虽然才能出众,却被冷落,最终成为胡亥的教导者。 赵高虽然能文能武,但他却狡猾狠,为人不齿,在秦始皇的出游过程中,他不幸丧生,这引起了赵高和李斯的极大恐慌。 为了避免有心人借此机会制造混乱,李斯提议将秦始皇的遗体伪装成还活着的样子,并命令赵高在外稳住大臣。 虽然这个计划看似重归重举,但李斯忽略了一点,那就是赵高并不甘愿一直做皇宅的老师,这个计划为赵高的上位计划提供了便利。 李斯在秦始皇死后,为了保住自己的荣宠,答应赵高害死扶苏,并用力胡亥为皇帝。 赵高是胡亥的老师,一旦胡亥当上皇帝,赵高将成为丞相。 然而,胡亥成为皇帝后,赵高却将李斯关押起来,并残酷对待。 赵高在李斯的脸上刻字,挖鼻子,砍了双脚,最后腰斩了李斯,并诛杀了他三族。 李斯始终不明白,为何从宠臣变为阶下囚,最后惨遭妖斩。 李斯为何沦落到赵高的手里? 近代学者郭沫若的答案揭晓,秦始皇并非自然死亡,而是被人暗杀。 他的遗体耳朵里发现了一条长约三寸的铁钉,耳朵边的血液还是黑色的。 这表明秦始皇的死亡实则是被人预谋的,而杀害他的凶手就是手段残忍的赵高。 赵高杀死秦始皇并非临时起义,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计划。 其中,李斯是关键一环,然而,李斯在秦始皇死后仍幻想保留之前的荣华富贵,倾信赵高的谗言,拥立胡亥为新皇帝。 最后,赵高获得权势后,李斯的价值不在,只能被腰斩。 李斯的失败在于中了奸人的陷阱,但他也过于固执,缺乏赵高的圆滑和洞察力。 李斯中赵高的计策剧照回顾李斯的一生,他曾经有过辉煌,但同时也曾给天下百姓带来过苦难。 他的生活充满了波折,从荣华富贵到石谷的磨难,似乎一切都在冥冥之中早已注定。